來看一下這個葫蘆的一個翡翠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 9萬元 跟我猜得差不多 差不多啦 猜得多啦 我跟你說 為什麼要少1萬 為什麼要少1萬 你問得好耶 為什麼少1萬 你為什麼不能這樣滿足人家 你10萬就好了啦 因為我不是一開始 先把目標設在10萬 然後來給你倒... 倒到10萬 我不是 我是自己把它去加 我自己加怎麼加 我跟你說 我的加法是這兩個 加起來是3萬塊 這兩個葫蘆加起來 剩下來的是6萬塊錢 是那些東西 那些配件 零配件加上金屬是6萬塊 對...這兩個3萬塊 大概是這樣子 我的加法是這樣子 華倫哥 它上面那些是 這個也是翡翠嗎 翡翠 小的也是翡翠 小的也是翡翠 可是因為這種翡翠 雖然說它是翡翠呢 而且顏色又很綠 好不好 可是你看 就是因為太小了 什麼都不能做 要做 只能做成這種零配件 但是說實在 它還是滿雅致的 好 來 接下來 你看它喜歡的東西 都這種的 我都覺得好大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 來 這個翡翠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特別 這個不只透 然後最特別的地方 它有一個高度 另外我覺得它最特別的地方 在這邊 有沒有 這邊有一絲的綠 這樣子直接從這裡 劃過來 你看 有沒有看到 它在它手上更好看 來 妳們要不要戴起來 其實這個應該是 媽媽在戴的 它上面是... 其實不是我在戴的 妳媽媽戴的 妳戴起來看 我跟你講 超好看的 OK啊 可是我戴... 我自己覺得 我戴有點成熟了點 不會 真的嗎 我覺得剛好 而且我跟你講 我這麼出爐 很容易去敲到 我只要戴在手上的玉 我都很害怕 妳這個 我覺得妳這個 那個設計師應該本身 就已經擔心人家 會把它敲掉 敲到 所以它旁邊包覆得很好 你看它的頭跟尾巴的地方 尤其是頭這個地方 那個金屬的包覆 在前面 你知道它為什麼要包成這樣 我在猜 因為可能那個設計師 他本身也愛打麻將 所以戴著打麻將 突然敲到比較不會受傷 對 我跟妳說 這個石頭 有意思的就是在這條線 我再仔細看 這條線 我們等一下 一定要把這條線 擺在顯微鏡下面看看 這條線有一點意思 這種線 應該不至於是假的吧 這個線做得出來嗎 這整個石頭真假 就在這條線 OK 好 來 其實... 請你拿下來 我覺得你購的價格 我覺得你購的那個價格 還是買的價格 你三萬塊是買的嗎 買的 可是我們都是給... 你三萬塊買的價格的話 我真的覺得有可能會是假的 我說真的 就算是假的也是賺到 因為是打麻將 贏錢買的 可是你... 打麻將 你贏錢也是錢 你贏的時候不行 我跟妳講他在... 什麼意思 你是說你... 四家然後你贏錢 然後對方那個輸家 就說怎麼沒有這個戒指 讓你賭完 類似 那就是這樣 對 不是 我跟你講 他叫做... 我本來全名叫幸運姐 因為他當初買的時候 並不貴 是因為我媽媽跟他幾個牌友 在打牌的時候 他一個牌友的老婆 是珠寶設計師 他老婆每次來身上 都會帶不同的東西 這就是我媽第一次贏 那天贏最多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 就請她說可不可以割愛 她就把這個割愛 三萬塊跟她買 然後帶來這之後 我媽常常贏 從你這個故事完了以後 大家只要珠寶設計師 天天打麻將 不是,好可怕 只要珠寶設計師去打麻將 輸了都是拿她的 對,我那天就拿東西來 幫你設計來賭 沒有啦 她老公打,她沒打 老婆是珠寶設計師 然後等於我們就是跟她 請她割愛 她自己設計 她就...等於割愛就賣年了 那這個珠寶商現在還在賣珠寶嗎 賣啊 還在賣啊 對啊 她的東西應該都在牌匠上面 牌桌上面都已經賣掉了 你是說大家贏錢都跟她買 對啊 來...我們看一下 這樣子應該值多少錢 我現在...我等一下 請我助理從這邊 我覺得... 我們來看顯微鏡 你說媽媽說她輸 輸給媽媽媽輸三萬塊 用那個賭就對了 不是,是媽媽那天大贏 大贏,然後她賣就對了 不是,媽媽自己看上她的戒指 對啊 然後那個賣... 然後就跟她買 對,就跟她買 然後那個賣她的人 所以那個珠寶商 其實是一邊打麻將 一邊在賣珠寶這樣子 應該是說她老公輸錢 然後老婆在賣...她是設計師 然後賺來的錢再輸出去這樣子 等於是贏她老公的錢 買她老婆的戒指來 對啊,意思是一樣的 後來... 後來就是老婆在那邊輸錢 老公在那邊賣東西 沒有啦,她們也不是 她們其實非常的好 清雪,你覺得這是... 你幹嘛一直看 我覺得... 我覺得這影片是不是 好緊張 對啊 她是靈異一姐 她看妳在看那邊 她就說妳幹嘛一直看那邊 她很緊張 對啊 妳在看什麼 妳幹嘛一直看那邊 妳不知道在看什麼 對,我比較那個神經質一點 我很討論人家去看 妳看妳的戒指,妳沒有藏什麼 原來 來,我們說金額 好,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戒指 是3萬塊買進來的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13萬元 好東西 來,交觀眾朋友看一下 它是不是幸運戒 來,我們來看一下 的確幸運 來,我交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標準課本 裡面的東西 剛才看到那一條線 那個綠色的那條線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條線 這條線 綠色的我們說有兩種狀況 一個叫做色根 長期以來 我們節目裡面看到的 都是色根 因為那個是最多 最容易看到的東西 所以那個叫色根 這種東西 如果這樣子一條 我們再看進去的時候 很重要一件事情 這個叫做隱性色根 所謂隱性色根就是 你找不到它的實紋上面的 我們一般說的色根 是在實紋上面的顏色 這個隱性色根 是我們看整體的時候 你會看不到那一條色根的 那個實紋上面 你找不到實紋 可是你會看到隱隱約約 有一條顏色在這邊 我請我的助理 我們再換另外一個角度 再把它打一次看看 你看 這就是側過來看有沒有 來,剛才那個角度 你這邊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剛才那個焦距 焦距的關係 焦距在另外一個層面的焦距 現在就進去了 焦距進去了 所以你看到色根在這邊 有沒有 這一條色根在這邊 可是這種色根 跟一般我們說的色根 也不一樣 這是我們標準 課本裡面的東西 所以記住了 今天的課程很重要 以前的那個 叫做時脈紋的色根 那是標準的色根 還有一種這種叫隱性色根 是你看不到時脈紋 來,你看 這邊有沒有看到時脈紋 都看到一大堆,有沒有 這邊的時脈紋 你都可以看到 這邊的 你有看到那一條時脈紋嗎 你看不到 因此這個叫做隱性色根 記得了,就這兩個東西 確定它是顏色是天然的 然後你媽媽帶這個 都有一隻銀錢嗎 有啊 所以才會在我後面那個 那你今年過年這個 借我戴一下吧 可以啊 過年你的手指頭塞了進去 尾劍 對啊 對,晴晴哥 你真的比較無肉啊 放在身上可以啦 那你這個 你今年再去打打看 那過年我們來打一下好了 好啊,OK啊 好,來,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然後翡翠的一個玉琢 這個老師送的啊 為什麼要送你這個 這個是我五六... 五六年前還是六七年前 我有發願說 我要做很多的工藝 只要我做得到的 我一定去做 而且是義務性的 就幫忙自套腰包都OK 然後剛好有一年有一個師傅 他叫世弘元師傅 他就找了我去 他是監獄裡面的講師 專門在開導那些受刑人 然後他就說 既然你有這發願 那老師給你一個機會 你去監獄裡面 就是做一些藝人 然後我就也號召了很多 自願去的藝人 包括那個... 後來那個大姐頭王藍有沒有 對,藍姐也是我找去 監獄裡面藝人這樣子 那耗機場下來 很多藝人坐高鐵去 都還會有那個車資補助 那我是連車資都自掏腰包 因為我既然發願 我就一毛錢都不拿 然後我自己花高鐵的錢 去到各地的監獄去藝人 然後那次藝人 就是有一個獸行人 他就跟我一握手 我手上一個好像是... 不知道是... 也是天珠還是什麼 斷掉 這麼厲害 一握手就斷掉 他有握到那個天珠 對,應該是有握到 那個獸行人很高很壯 然後師父就一直覺得很愧對我 因為我做義工 又自掏腰包去 然後鍊子也被弄斷 然後師父說 那個人煞氣可能太重 是因為那個人的煞氣 讓你的那個鍊子掉了 對,莫名其妙就這樣怕 那是事後這樣子說 對,事後這樣這樣講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事後師父就一直覺得 對我很不好意思 他去大陸幫人家看 不知道是看風水還是幹嘛 他就說他看到這一個手環 玉環 他覺得很漂亮 但是他說 他有跟我講 他說不是很貴這種東西 那資訊這個就送給你 就是等於跟我結約 然後也謝謝我 那陣子一直幫忙 對,而且那陣子 我不是說我體質特別奇怪 我雖然看不到 但是我每次去做完一場回來 一定發燒好幾天 妳跟那個獸行人這樣握手的時候 妳有感受到嗎 當時是沒有感受 回來的時候有感受到嗎 不是,我一進監獄 我就會從腳底 麻麻麻麻麻到頭頂 每次去都這樣 我覺得那是心理作用吧 應該心理作用 監獄應該還好吧 監獄應該人量那麼多 就是可能空氣不好 空氣不好 我在想是空氣不好 病毒比較多嘛 悶比較潮溼 所以回去每次都發燒 我後來就是因為身體不好 再跟師父說 那我就暫時先告一段落 所以我不去做了 然後師父就是想說 就送我這個 就送妳這個 算是謝謝妳 謝謝 然後也是一種辟邪的 那資群妳估呢 現在多少 我坦白說 我還真不知道它的價格 不過我就估三萬好不好 三萬 三萬 來 妳估三萬的話 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它... 就是沒有顏色 對... 那妳看,我現在把它反過來 轉過來以後 又不一樣了 妳覺得這樣三萬嗎 妳覺得這樣三萬嗎 戴的時候很綠耶 可是為什麼拿掉 很久沒戴 就變成白白的 好,等一下我解釋給妳聽 妳覺得這樣子 是只有三萬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玉 應該是很適合妳 戴了以後 才能夠讓它變綠 我就跟妳說 我戴一個斷一個 我不敢戴 後來我媽媽拿去戴 這個多少錢 剛才說 十三 對,那妳覺得這個值多少錢 三萬 妳這個講得也差那麼遠 所以妳意思是說會更高嗎 來,給妳兩個價錢 光是面積的話 就應該要比它更高 對啊,妳兩個就比 我當初還猜她可能 去買那種幾千塊而已 好,來,我們來評估一下 兩個價錢 一個 六十五萬 一個 一千塊 一... 沒有 我現在... 還是妳要把這個希望 擺在心裡面 永遠把它抱在希望就好 如果六十五萬的話 我覺得妳要感... 我真的有點嚇到 我覺得六十幾萬的話 妳要感謝那個壽星人 是 對,把妳... 把妳的珠子弄... 是... 因為那個珠子破 才會有這個 對啊 而且加上我每一場都是一眼 還知道要不要摧牌 而且妳還要感謝那個珠子 不然的話,妳斷的是妳的手 真的、假的 妳不要這樣嚇我 你們明明是 估價節目怎麼變成... 好,來,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手鐲 買入價格是買... 是人家送的 那資金現在估的話 是估3萬塊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 是多少 請見價 一千元 所以你看,我猜中了吧 我當初就在想說 因為師傅有跟我講 他說這很便宜 他有這樣跟我講 他說只是跟妳結個元 對 結個元,一千塊結元了 我想差了65萬 我真的就覺得 OK啦 但是這個其實表面上看 他已經有建立那個 對... 妳剛剛講的對了 變白了 妳說原來它本來很綠很漂亮 然後為什麼戴久了以後 變越來越白 或者妳沒戴 反正白久了以後 它都會越來越白 對,為什麼 然後因為它就是色料、顏色 這個顏色全是假的 都是人工的色素 人工的色素 白久了以後 經過氧氣的氧化的結果 或者說妳有擺到水氣 比較潮濕的地方 它很快 這個地方慢慢慢慢就變了 這是假的顏色 簡單的說 市場上就叫假的顏色 所以它會越來越糟 這就是染色的 所以師傅也滿會看人的 我就比較適合這樣 萬一裝壞了 我覺得妳那個監獄可能不用去 但是牌桌上可以多去一下 對... 不行啦 發院要做的事就要多做 今天非常感謝資訊來參加我們節目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的是 來自台北的廖媽媽 廖媽媽,你好 你好 廖女士,你好 首長好 你好 來,我要特別介紹一下這個廖媽媽 廖媽媽應該也算是專業人士 沒有啦 不用,不好意思 廖媽媽以前年輕的時候 曾經在鹽屏北路的大營樓裡面 沒有啦 最凡龍的地方,那個時候 小營樓 小營樓啊,多小 沒有,就是幾個人 有幾個人 其實就不會是小營樓了 小營樓的話 了不起就是一個老闆跟老婆在那邊 都是家族 對,都是家族 然後會請到外面的人 基本上都大營樓了 那邊應該就是 當時是很繁榮 繁榮了 對 我那時候有一間大千百貨公司 剛好在對面 那延樓樓差不多 我記得是從一段到二段尾 都好繁榮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去的時候 幾乎每個禮拜都去那邊逛街 買衣服,買皮鞋 買金寺 所以以前不是那個什麼 宗孝東路的東區那種 不是在那邊 延樓樓以前是最好 以前是延樓樓是不是 對… 就是一段到二段最好 然後那邊有百貨公司 然後也很多珠寶銀樓 就是有一間大千百貨 大千 現在已經沒有了 延樓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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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有 賣 你們看得懂嗎 我那時候完全不懂 老闆看得懂嗎 對 重點是老闆看得懂 他進貨的時候 他是可能也是 他一般的 一般應該是多少懂一點 可是你真的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香港人 要來賣他 就是好像那個顏色很綠 又很透 那個老闆就看了半天 還是不敢買 因為他不敢確定 你說那個香港人 香港人不敢買 不是 老闆不敢跟那個香港人 要拿來賣 要拿來店 他就是也是 因為那個 就是以前也是有假貨 以前都不叫什麼AB 中國自漢代以來就有假貨 對 有假貨 對啊 所以也不敢買 就是一般就是買比較一般的 一般大眾消費得起的 那時候在那邊就 我覺得是有 因為每家賣的都有的比較高級 有的比較普通的 對 什麼都有 瑪瑙 洪星石 我問一下 那個廖媽媽這個是哪裡來的 這是我媽媽給我的 這媽媽給你的 媽媽也是有從事過珠寶業嗎 沒有… 他家庭主婦 那他怎麼會收藏一個 那麼綠的翡翠 他可能是人家送他的吧 人家送他 其實這個有很多紙 你們加很多紙 你們加很多 來給各位看一下 可是那個藍的我大概是懂 這個我就覺得有可疑 就覺得很奇怪 你覺得奇怪 他沒有封底 對啊 沒有封底 對 因為那個也有好幾紙 那個那個藍色我看的 你覺得他為什麼奇怪 我就不曉得 這素材要來問你們 來 所以你也看不懂 對 就每天看了你們節目之後 我就一直照... 好 廖媽媽 來 大膽的說 要有信心 你自己顧顧多少 一萬吧 一萬塊 好 黃金應該也有只一萬吧 這個 這個 孤石頭就好了 孤石頭就好了 這個是黃金 黃金秤一秤就知道 我們孤石頭就好了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翡翠的一個裸實呢 這個是媽媽送的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500元 500元 我都知道是假的 對 你這個 可是很漂亮 你這個是什麼你知道 其實500塊我講得太快 我應該再講 重講一遍 這個叫做染綠色的石鷹 石鷹 這應該只有100塊 你幹嘛還講 你不要再講了 有哪一天管 你們節目我都有看 因為真的 因為事實上也是 在建國玉士也有在賣 這樣子的東西 或者你到廣東道那些 都有在賣 一大包 這我們老實說 因為這個是實音感 因為我有看過 對 所以我有懷疑 這每次都問 雖然它看起來很亮 可是就是 也是有懷疑 因為它裡面真的是找不到色根 太原的 找不到 而且都是一團一團的 對 都是一團的 我看得沒錯 一團一團 沒關係 這個媽媽留下來的 要把它保存住 對啊 媽媽就 那時候都買金子 這個好像可能送的 好 來 接下來這一個的話 就是您自己買的囉 對 我自己買的 這就不能怪媽媽囉 沒有啦 只有那個 對 我也沒有怪他 那個... 你接太快了 這個... 講得好一點 你接太快了 來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這個是翡翠的玉佩 這個是竹節啦 對 然後呢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媽媽 我好替妳擔心 我們那個年代裡面 也好多這個 後來是綁紅色的線 這樣 對不對 她的意思說 紅色的線就是上面這個 沒有 她是沒有綁紅線 她是綁一些咖啡色的 綁咖啡色 意思不是一樣嗎 那在哪邊買啊 這個是在那個 我們市場的那個 我們說市場賣 有一個富人在蹲在地上賣 我就本來沒有 這個我沒有打算要買 也沒有預算 就是買菜再走走 看還有什麼菜可以買 然後就看到 這個看起來滿漂亮的 就問一下 心裡想說這個這麼綠會不會 這個顏色滿漂亮 看起來不像假的 會不會就是好幾千 想說有沒有 沒關係 錢不夠沒關係 問問看 結果她問說600 我心裡悸動了一下 怎樣 心裡悸動了一下 對 600是怎樣 感覺很便宜 很便宜 幾年前 就是也是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前一斤豬肉多少錢 那時候忘記了 妳根本不是去買菜的吧 買菜啦 買菜怎麼會不記得 一斤豬肉多少錢 然後玉一塊多少錢 都記得清清清清清 沒有 那個菜太多了 太多了記不起 豬肉 豬肉對 我買豬肉這塊多少 媽媽不管那個賣豬肉多少錢 她只管賣藝多少錢 那個豬肉每天要吃的 沒有記那麼多 這個就是好像要做紀念的 就是會記的 豬肉每天都有 每天都在記 像所有的媽媽都不知道豬肉多少錢 我覺得她回話也回得很有意思 對 真的有意思 來…我把這個擺在前面 還好她沒共講 我們家全部都吃素的 媽媽 這搞不好真的買到真的 就希望啊 我跟妳一樣我也很希望 600塊耶 600塊如果真的買到真的很厲害 媽媽來 妳自己估呢 現在呢 2萬吧 2萬喔 這個東西啊 這樣子不會是2萬塊錢 真的喔 對 不然多少 妳這個東西 好 那我跟妳說 妳這東西如果是真的 如果一切都是天然的 那就是9萬塊 那如果是B貨 那就是... 對 妳都知道喔 我知道 我都在看啊 媽媽都有看我們節目喔 有天天看 來 媽媽 妳今天當花輪哥 幫我們講解一下 來 對… 這邊來 幫我們講解一下 有文福耶 妳在這邊講解一下 來 看到什麼 這個有黑點啊 這個黑點 這個應該是色根 這個是色根 這個是色根 還有咧 媽媽很厲害耶 妳講對了 對啊 這個是色根 來 觀眾朋友 妳看一下喔 這個喔 對啊 這個是色根 對不對 我幫妳圈起來 這個是色根 還有什麼 這個也是啊 這個也是色根 對啊 那還有什麼 很多色根 很多色根 這塊我幾乎每天都看 所以有沒有把握 有啊 應該有 對啊 我覺得妳好像這樣子 應該看得出來 應該有 好 來 我們來估價 估完價以後看到底 它是不是色根 來 到底怎麼看 好 來 梁媽媽 她現在估的話 那賣 買600塊而已喔 買600塊 這一個竹節的一個玉佩 好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 是多少 請見價 好啊 好嗎 OK